迎接小姨新生入学 桃园平正新式国小 举办阅读直牛耳 开创新世界的迎新活动 除了记录新生启蒙珍贵的画面 也让孩子通过冲勤门 开启人生智慧 意味着小宝贝能够在新式国小 勤学董事平安长大 平正新式国小 迎接小姨新生的入学 举办阅读直牛耳 开创新世界迎新活动 首先小姨新生 要先过第一关直牛耳关卡 摸摸牛耳朵留下珍贵画面 直牛耳典故 源于古代诸侯定定盟约时 有主盟国代表拿着 盛装牛耳朵的盘子 象征最有权威的地位 沿用至今也当作 第一名的代名词 接着小朋友得再过 第二关聪勤门 希望他们通过这道门之后 各个聪明勤劳平安长大 有很多新奇的事情 那你刚刚有没有过聪明门 有 过了之后会变怎么样 很聪明 好玩 跟幼稚园比有没有不一样 有 怎么样不一样 因为那个要上课 最后是第三关 小朋友拿着入学礼书来张大合照 象征着开启人生的智慧 让孩子第一次 能接触那么多不同的课外读物 开展他们的阅读世界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家长无法进入校园 新生执牛耳改与校长 家长会长合影 除了记录启蒙珍贵画面之外 六年后毕业时 将再次与家长共执牛耳 迈向人生另一个学习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